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想起了什么 您随时来找我 老同志啊 今天辛苦您了 看这大老远的还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 您看 我派个车送送您 谢谢 谢谢 不用 我自己溜得回去 好 我送你咱们 好 胡客长 她没说实话呀 她是害怕啊 别着急 等老同回来 咱们双缓齐下 我就不信她不说实话 那这样 我就向中局和阎局会不会有情况 好 什么林方丈夫呢 五名当事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我们刚询问过 她说她当时去厕所了 都二十年了 不记得怎么死的 还有一个出国了 要半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你说这个案子要当时就破了 他们单位的领导也能够及时纠正错误 也就不会造成林方二十多年的上方路了 嗯 放心吧 中局 这个案子我会盯住的 人一回来 我马上调查 行 程乐 嗯 这两天多去林方家看看 好的 这两天我就过去看一下 劝劝她 让她住院治疗 嗯 那我走 好 喂 康然 郑局 现在忙吗 没事 那好 你上来一趟 好 我马上来 进来 进来 中局你找我 来 坐 嗯 林方的那个案子呀 关机关机啊 那如果严局接手的话 应该能破案了 那关键现在的问题是 林方的病必须要靠突袭活着 恐怕得换肾 得换肾啊 这换肾的钱从哪儿来 我还没想出来 真是有点难 对了 你的附件报告出来了吗 得再过一段时间吧 小燃 身体绝不能当儿戏 好好好 一斌给我打电话了 你们俩这冷战 准备什么时候结束啊 你说互相都惦记着 还不说话 这爷儿俩不能一辈子这样吧 其实孩子 是怨我 他妈妈走的时候不在身边 还跟他气象我以为 这孩子对我的工作不理解 可是从小龙他们 集体放一案 我觉着他是理解的 不怪他 你便是个有爱的孩子 真的 他很爱爸爸也很爱妈妈 这件事情别人还真帮不了你 你得自己去解决 知道了 你说 就我天天往你这儿跑 你是不是都烦大紧了 你说啥呢 你到我这儿来那就是回家了 对吧 咱是一家人一条行 别老说这 喝水 来 大兄弟啊 你这人细眼可真好 我说你怎么还不找媳妇啊 不是 我不找了吗 就对面新法大厅那个 对对对 你瞧我这迹象 你跟我说过 我都给忘了 我每天吧 我在这儿 看着这个信访大厅哈 你也看着 可咱俩这看的 它不是一个事 大姐 我跟你说 你这经常开开玩笑 逗逗乐乐多好 你别老那么悲观 对不对 我听说这个 钟局长他亲自出手 帮你办这事啊 办咋样了 哎呀 要是我这老同学呀 可真是没说的 对 要不是他呀 这事我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 对 你看 他都主动帮你办这个事 他亲自办 那指定能办成 对不对 你说这个欣欣这孩子啊 这小红颜色 奇怪不奇怪 一上我店里来啊 他就要找份林阿姨 你看 哦 他还总上你这来呀 不是 这他妈不是经常到这新法大厅闹去吗 我家神经人跟我说呀 说他妈呀 这太能做了 做的是孩子吧 哎 有时候这孩子甚至妈不注意 就往我这儿跑 来了就问 说我林方阿姨在不在呀 我想她了 哎呀 其实我也挺想她的 哎 哎 哎 你说啊 这丫头 跟我那女儿 长得特别像 哎 不妈你说 我今天早上做梦 我还梦着她了 哎呀 你说 她呀 哎 就这样 抱着我 我呢 哎呀 就这样呢 捧着她的小脸 哎 哎 她还叫我一声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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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我高兴的 哎 我都乐醒了 哎 可怜这孩子 哎 天天跟着她妈 到这新网局受罪去 哎 血也上不成 哎 这不行 等我见着她妈呀 我得好好劝劝她 哎呀 不好劝 那今天早上在这儿 吃早饭的时候 她妈在这儿说 说今天不把事给她办成了 她就上新网鱼闹去 不行就跟信访局鱼死网破 你说这赖人信访局啥事啊 是不是 又不是人信访局 逼着他们家孩子去补客的 哎 结果这 信访局人家是帮她解决问题 对吧 结果她跟信访局的人家干上了 哎 这哪行啊 那孩子是无辜的呀 对呀 你说大人上房 别把孩子都拐得进去 是啊 这事 哎 哎 不行 我我先去看看去啊 不行 你干啥去你 我 这个女人呐 嗯 自己还一脑门的官司呢 还关心上别人家孩子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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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想帮我们叙手 别打开不行 我问你说 我要见你们中军中局长 妈妈 今天这事她要是不给我解决 我跟孩子 就住到你们信法那天 哎哎哎哎 大姐 别闹行吧 别闹行吧 大姐你冷静点 你看看 哎呀 你看把孩子吓了 把孩子吓坏了 没事没事 妈妈 妈妈我要找林芳阿姨 这位大姐 咱们有话好好说 来进屋谈好不好 走走走 好好说什么 我越是想好好说 他们越不理我 学校这是往死里逼我呀 你们 你们也看我好欺负是不是 不是 大姐你听我说 我们已经跟教局 和学校联系了 您耐心等几天 马上就会有答案 好吗来 有什么答案有答案 还不是把我当球蹄 来回推来推去的 那你也不能这么天天来闹啊 我有理的事 凭什么说我闹啊 不是闹 这是干什么呢 拿着 好 你不是说我闹吗 今天我就给你们闹出个样来 我今天 就死在你们面前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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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在孩子面前要死要活的 大姐 我尽力是真憋屈啊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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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都不怕了 我还怕进班房吗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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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去到办公室好不好 大姐 大姐 你连死都不怕了 我还怕进班房吗 大伙快来看一看哪 信访局的人不给上访的人撑腰 还派警察来抓呀 好了好了 大姐 大姐 咱们去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孩子 我不要了 就给你们信访局要 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去吧 你休息一下 好 走走走走 好孩子 不哭了 大姨在这儿陪你 来来来 休息一下 好孩子 不哭了 阿姨 你去拿糖好不好 等着 咱 不哭了啊 来 去糖 来这儿 都是你的 好 谢谢阿姨 你乖了 好人 你忙去吧 好嘞 我来照顾她 谢谢啊 来来大姨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啊 不看了啊 来来来来 大姨 他们把我妈妈带到哪儿去了 没事 就是交到屋里和她聊聊天 别怕 大姨陪你在这儿 来 来 坐这儿 你把外孙女送学校里了 送了 她不高兴 非得让她妈送 她妈哪管了她呀 嘿嘿 现在小人呐 在大军后边忙的是脚打后挡高啊 是啊 大军和小人压力够大的喽 嗯 来 咱们坐这儿去 对吧 我看行 哎 哎呀老冲头啊 哎 现在啊 我讲 是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老兵了 嗯 一花十年了 又给咱们这些老兵呢 找回聚会 嘿嘿 可是聚会的人越来越少了 嘿嘿嘿 嘿嘿 好 咱们过地点 快点 好 下地点 慢点啊 上下楼 注意 老胳膊老腿了 嘿嘿嘿 慢慢慢 哎呀 哎呀 老中啊 还是这地下火车好啊 你看 人少 速度还快 嘿嘿 这就是现代化 大城市的标志 人多 交通还要便利呢 哈哈哈哈 好 哎呦 在这儿 镜头啊 这挺客气啊 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 今天下午 在我市的八一局场 举行了十年一度的老兵联欢会 并百名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的老战士 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表演 老兵重相续 再续战友情 部分老兵 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不过年迈 纷纷上台 演唱当年的歌曲 无法刺激的情怀 海下的老兵们 纷纷圆唱 一直演出台上海下 会成歌唱的海洋 豪迈的歌声 表现了老兵们 无头厉害 无牵不摧 妄忽 妄忽胜的革命精神 老兵联欢会 奉扬了爱国主义 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以及伟大的民族精神 缅怀了 作为了人类和平 和所安全 而英雄其生的前列 牢记历史 无往过去 真爱和平 开创未来 请不吝点赞 做得不好 看穿了 知道 不出品 为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装处理得怎么样 这上海人有点激动 让晴晴去给孩子做一下心理辅导 好嘞 她在大学学的就是心理学 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上海者做心理按摩 缓解他们的内心痛苦 去吧 好嘞 中学 小朋友 小朋友 看看 阿姨给你带什么来了 喜不喜欢 你好 我叫熊熊 拿着 对吧 来了 春节 我看这孩子好像跟你挺好的 我跟这孩子有缘分 你看 你的事公安局正给办着了 我想很快会有答复的 中军 嗯 我相信你 我是看这孩子太可怜了 我才来打厅的 对了 我这样子一直在忙因为去看你 偷袭得接着做 不能耽误啊 好 谢谢 谢谢 我知道你工作忙还一大摊子事呢 我不耽误你工作了 哎呀你看这孩子 这衣服拉锁都坏了 我得找门口那老乌头给你修修 嗯 行 好 好 来 走吧 哎 谢谢 你忙吧 再见 再见 这孩子晨天跟着他妈 上走 这抑郁症再不治的话 真是会耽误的 是 好 吴大爷 哎呀 哎呀 来老师 哎呀 怎么在修鞋啊 哎呀 这孩子衣服拉锁坏了 您看能给修一下吗 啊 拉锁坏了 好笑 走 好笑 喝吧 在这儿上 走开 走开 没点啊 对着吧 对着吧 来 试试 看看 我们的衣服 你看 真好 旭旭呢 你现在是大姑娘了 咱们这衣服 也得穿得立立正正的呀 孩子咋妈呢 上大厅了 一会儿就能回来 大姨好 大姨就是我妈妈 好 大姨就是你妈妈 那你就是我女儿了 反正啊 我女儿也叫欣欣 小姑娘啊 长大了 想干什么呢 我想画画 要画姐 画画 吴大爷 你说这孩子病 能治好吗 能治 心里的病好治 现在这医学这么发达 不算个事儿 哎呀 可这病 你说一到医院 那不得花好多钱呢 嗯 那得了钱了 你想啊 你这个头疼脑热都得几百呢 你这心里的病啊 啊 我得帮她 我得帮她 哎呀 重剧 你好 重剧长 我可找到您了 我都找了您好几天了 我都快疯了 别急 别急 这不是见到的吗 对吗 来 咱们都坐下谈 好不好 来 坐 嗯 这样 我呢先给你个名片 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 以后无论你有什么急事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吗 你前两天来的时候 局长真的开会呢 现在他来了 你就不用着急了 哎呀 我能不急吗 孩子的病啊 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啊 我真怕 真怕他哪天是真疯了 你说我怎么活 陈姓妈妈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教育局的 助听办欧阳主任 你好 陈姓妈妈 欧阳主任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 我希望呢 我们都能够心平气和地谈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钟局长 我不相信教育局 学校里分好班和坏班 有钱的就上补课班 那我们这些穷人呢 钟局长 我就跟您谈 您是反映第二小学乱收费的事吧 对 就是这事 学校把我女儿都逼疯了 你说怎么办 钟局长 教育局对此事啊非常重视 局长亲自召开会议 对第二小学的问题 已经处理了 处理 怎么处理的 陈姓妈妈 走 第二小学的校长啊 已经被免职了 她和陈欣的班主任啊 一起调到第一小学去工作了 请相信我们 这种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换了学校 你们就这么处理的 啊 这叫什么 这叫换汤不换药 大学您坐 您坐 你们说 孩子的病谁给治 学校不让去 你说怎么办 啊 你们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吗 陈欣妈妈 咱们心平气和一心好吗 咱们先听听教育局 他们的处理意见 好吗 对于陈欣的病情 我们选了两个知名的心理辅导老师 来为她进行心理康复 待她身体康复之后呢 继续回到第二小学就读 陈欣妈妈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你保证 我保证 谢谢 谢谢 老颜 我是东俊啊 林方大案子怎么样了 有进度啊 五名当事人就剩两名了 一名已经动摇了 说明了真实情况 另一名马上就回国 一旦确定马上就结案 老颜 林方的病情很严重了 我不想让她带着遗憾走 这个案子我们选的都是骨干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尽快结案 老颜 谢谢你 老颜 谢谢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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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姐 回来了 今天真是太麻烦你了 麻烦啥呀 谢谢啊 走 跟妈回家去 走 走 跟林阿姨再见 我要和林阿姨在一起 哎 你说你这个孩子 可真是的 哎呀 大姐啊 嗯 今天你的事我也听说了 真是不容易啊 那你的事办得咋样了 哎呀 不知道呢 反正我这事啊 就交给中军办了 我相信他一定能给我办好 啊 这个中军局长啊 上访的人都说得好 我今天一见 嗯 这人确实好 我的事他答应了 还说呀 要给欣欣做心理疏导 嗯 哎呀 这孩子的病要是好了 我就送他一面锦旗 最大的 让欣欣给送去 好 那 咱们就一起等吧 好 哎 大姐 今天谢谢你啊 哎呀 谢谢走 回家 来 大姨再见 来 走 走了 哎呀 这不是让医院瞧病 你能行啊 哎 谁知道呢 哦 对了 刚才欣欣妈说 说中军要给欣欣找一个 心理疏导老师 哎呀 哎呀 我相信啊 这中军一定有他的道理 林大姐 你也别每天在这儿坐着 是吧 为你上那边催催他们 哎呀 催啥呀 老催人多不好意思 哦 我刚才看着中军了 我跟他说呀 我不耽误他工作 哎呀 你就老打扰人家 哎呀 反正我在哪儿都是呆 在这儿呆着呀 我们心里还能踏实点 哎呀 那点水凉了你就自己倒啊 哎呀 你妈 小静 有点点个蒜蒜 点点出来 林阿姨 哎呀 哎呀 欣欣你怎么回来了 妈妈呢 欣欣 欣欣 哎呀 你说你这个丫头干嘛呀 走 走 欣欣 哎 哎 欣欣你看怎么脏不听话呀 啊 你跟我走 哎 孩子 哎 你说这个孩子 你可真是的 我算整不了你了 你说你林阿姨是欠你的 还是该你的啊 非得找你林阿姨啊 欣欣不怕 不怕 有阿姨在 谁也不敢欺负你 你说她也怪了 一宿一宿地不睡觉 非得找她林阿姨 你说说 这说明啊 我们娘俩有缘分 是 这人呐 都是为了希望活的 有了盼头 这活得才有劲 舒哥 你成哲学家了 哎 上我二十多年了 啥不懂你 你说吧 这自打出事以后啊 这谁跟她说话 她也不理 谁给她吃的喝的啊 她也不要 你说就跟你 就像亲娘俩一样 我也打心眼里 喜欢这姑娘 哎呀 要是我姑娘活着的话 也肯定是一个 漂亮的大姑娘了 哎呀 你看大姐 都怪我了 哎呀 说啥呢 没事 对不起啊 没事 我就是打心眼里喜欢她 哎 你看这丫头啊 越看越好看 可惜啊 没生在个好人家 跟了我这么个穷妈 还得了这么个病 哎呀 你也别着急 对了 就休闲那吴大爷 都说新兴的病能治好 哎 都说能治好 学校啊 也派来了那个心理疏导老师 可是这孩子一听说是学校的老师 他就害怕 我觉得 你还得找一个 正规医院的心理医生给他看看 去医院呢 哎呦 那得多少钱呢 哎呦 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就听科学的 钟局长 你怎么亲自来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哎呦 没来办事 我呢 想想吧 来看看你 快坐 你啊 给我施下压力了的是不是 跟他哪儿干 好吧 昨天晚上 我就给他们开了个会 林芳的案子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 但对现实的影响不可低估 江东 是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每天都有案件发生 如何办案 如何执法 这检验我们干警人的素质 林芳的案件 对我们今后的工作 敲响了警钟 相机汇报完了 老爷 你说咱俩的工作啊 你呢 干好了 坏人骂你 我干不很 老百姓骂我 我要是 什么都不干吧 老百姓和坏人 一起骂咱 但是我选择 绝不让老百姓骂我 我的中大记者啊 我知道 我明白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我们就约见当事人 这个案件今天就把它拿下 一斌 搞得怎么样了 你看 我这刚写了一个反应学校补课 一个孩子交不息补课费 得了抑郁症的导致 你看怎么样 事倒是挺新鲜 但是你说 对孩子 对社会 对学校 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题材不好 不会啊 这可是全中国的热点新闻 我这可是下了大功夫 我才写出来的呀 不是 我去采访前可跟你打过招呼了 你同意了我才去的 教育局又打招呼了 明白吗 明白了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不上鞋 那个不上鞋 我总不能老写表扬信吧 不是这个 林芳那个案子 你追踪一下 那个题材肯定好 比这个强 听我的 别睡了 林芳 老板 老板 你可别怕他 你这下呀 不是 什么时候事啊 就说不行就不行了 哪难受啊 上医院吧 不行不行 现在一步都动不了 这头疼也都快炸开了 这咋的了 变甜甜 其实小心一下 耳朵里边嗡嗡的 心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现在 那咋整啊 哎呦 老板呢 可热了现在 怎么的 也得38多久 哎呦 摸摸了 那啥小劲啊 赶紧烧水 带着吃药了快点 摸 可热了现在 哎呦 没那么热 不热呀 可热了 你没觉得吗 你头疼啊 可热了嘛 疼 你特别疼现在 你看你难受那不行 你走吧 上医院走走走走 咱上医院吧 别别别别 那啥 我这 有药吃药就好了 吃药能行啊 能行 哎呦 啥肠人事啊 骨抗胶囊 哪个事啊 脚气 你装病 没装病啊 啥没装病啊 啥没装病啊 那除了脚气就是骨抗的 哪有一个感冒药啊 这头可 你可真行 行了行了 我回去了啊 别别别 不是这这儿 刚才刚才不热 挺热的 哎呦 老板 啊 用壶水烧好了 你再烧一壶去 哎 大星 那我吵了 行了董大哥 别装了 我那还上这班呢 别别别大星 我这心里吧 可难受了你知道吗 那啥 要不这样 你坐下 你陪我坐坐会儿行吗 啊 来来来来 行行行行行行行 哎呀 嗯 我这可难受了 我这两天吧 我这白天吃饭 我也吃不下 晚上睡觉也睡不醒 什么梦里边吧 就全都是 哎呦 咋的呀 心里有事啊 嗯 是不是清华的事啊 啊 啊对呀 那清华吧 你说他也不让我省心 是吧 那个 他们老板看上他了 所以把姑娘嫁给他 你说这事咋整呢 啊 你是说齐东齐总的女儿啊 啊对啊 你 那不是好事吗 啥好事 你这样咱不高攀人家吗 你这话说的 那叫啥高攀啊 那是咱家清华有才华 人品好 不是 你说这 咱家清华 不是 你 你刚才原来是不是说 说咱家清华来着 小婧啊 你是不是说咱家清华来着 小婧 老板 老板 第二部睡也稍好了 行了 别演了 这不你俩一起演戏骗我们 你也跟着吓胡闹 没演啊你 真的 董大哥 你就是不装病我也想来 是吗 我找你有事 啥事啊 以后你能不能别老去信法大厅找胡客长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越管越乱 戴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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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咋样 什么咋样 一个感冒药都没有 啊 不能啊 我还改口上来的呢 咱家清华啊 最近的一些上方诉求案子要尽快解决 林芳的 陈欣妈妈的 还有一些因为企业转制引发矛盾的上方诉求 都要尽快解决 警方刺身案件发生 陈欣的孩子我觉得应该先带他去治病 然后再提上学的事你觉得呢 对了 教育那边拍的心理辅导医生怎么样 孩子好像不是很满意 我发现他还挺喜欢林芳的 那就让林芳和孩子多沟通 当然其实我觉得 要想解开孩子的心结 必须要找一个他信任的人 这样才很能交流 和沟通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和别人多沟通 多交流 如果你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那一定出问题 其实我觉得 你跟你儿子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宜兵和你挺近的 他什么话都和你说 那是因为他在家里得不到温暖 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 所以你要反思 你说的 进去吧 警局 嗯 好的 明白了 唐人 派个车把林峰借了 我和他去趟官局 林峰的案子破了 应该是 好 我马上去 你知道我的案件 是一桩 冤家错案 根据 罢犯人员的调查 当年 审查你丈夫的那个晚上 保卫科长 还有 保卫科的几个人 和当事人 发生了肢体冲突 有两名保卫人员 正明确实使用非法送客 是 目前 两名人员 我们已经拘留了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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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都看到了吧 我为你跑了三十年的上方路 今天终于跑到头了 跑到头了 我离房也该活到头了 你恨吗 你想要我跑了 我也跑不动 这回 我是真要去陪你们夜凉了 可是 我又不能空着手去呢 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下辈子 咱们还在一起 狂狂过日子 咱们一定要求求老天爷 千万千万 别让咱们再碰着冤枉的事了 我临房这辈子 过得危险 远方的 陶仁 晚上我请客吃饭 有重要事宣布 钱的小姐 有什么重要的事先透露透露啊 保密 晚上六点 华人酒店啊 啊 雅瑜小姐妈 晚上陪我一起吃饭 姐啊 今晚不行 我要见客户 什么客户 什么客户比我还重要 比钱还重要 好好好 你是我的大客户 那我安排一下 嗯 好 拜拜 这 一边啊 嗯 这报社呢 这稿子真 真是你写的吗 啊 呵呵呵 儿子写稿表扬爸爸 这事儿真 爹呀 嗯 那是报社的采访任务 跟我个人没有关系 一边 这新房工作呢 是大家一起做的 不能担心某一个人 您就好好当你那局长吧 我写什么你也管啊 一边 别这么给你爸说话 你爸说的没错 别见影了啊 把态度关照去 对不起 我错了 哎 哎 啊 对了 有个读者 让我给您带个话 说 您是信访局的好局长 江东社的好干部 话我带到了 回去吧 谢谢 一边 哎呀 哎呀 你们两个 哎 是啊就一个优点 不像我 这样 爸 这是优点啊 是 有些事情你不讲啊 就要妥协就办不成 嗯 行 不说这个 哎呀 现在这年轻人啊 都有自己的想法 咱们操不了心 叫她自己解决 可能 还是因为她妈妈的事她才怪我 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嗯 今天啊 咱们三个女人啊 坐在这儿 吃顿女人饭 什么都不良啊 只开开心心就行 啊 陶然呢 是我的闺蜜 雅鱼呢 是我的好姐们 你俩呀 以后啊 也得成为好朋友 啊 小元姐 陶处长 我们认识 是工作上的关系 陶处长 之前也没单独吃过饭 今天啊 借这个机会 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你看看 刚才还说朋友呢 这左一个陶处长 又一个陶处长的 这朋友不做了 坐下坐下坐下 那 那我错了 我先自罚一杯 好吧 还是碰一个吧 碰一个吧 我转住一个 谢谢谢谢 谢谢啊 你说谁说这年头 只信男人在外边喝酒 拜靶子 要我说呀 今天咱也借这个机会 咱也拜个靶子 啊 这个潜语啊 如果是个男的 肯定上水会凉生 你可得 不要伤口不去啊 要去啊 咱也得去桃园 来个桃园三结义 来来来来 来 一起喝一个 一起喝一个 那以后啊 母老大 好人老啊 行行行行 雅鱼最小 老大 那好 那小妹 现在这里见过大姐 二姐了 得见二姐 做的赶紧 要什么呀 今天除了这个事儿 还有别的事儿吗 赶紧宣布一下 行 宣布一下 雅鱼 你说你想不想结婚啊 想啊 就不没人娶吗 陶然 你呢 不想 真不想 当真不想 果真不想 哎呀 雅鱼 我说你这身边放个财神爷 你是不着急啊 啊 这其东其总啊 我命令你啊 赶快把它拿下 听到没啊 哎呀 姐 这事儿 你就别操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陶然 嗯 你身边放一个大局长 你也不着急 那可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 那将来 还得往上升呢 啊 我算是听出来了 今天晚上这顿饭的主题啊 就是拿下 是不是 你看你俩 啊 一个强角是不是 一个放着财神爷不醉 一个放着官老爷不理 这升官发财的路 你俩就不着急啊 二姐啊 大姐啊也是为我们好 咱们敬大姐一个吧 你还真听话你 就不能聊点别的了 聊什么呀 我觉得呀 这聊男人啊 是最有意思的了啊 请七十八号到十五号上口饭 喂 妈妈跟陶然阿姨就好了 你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妈妈去找陶然阿姨有点事 快走 哎 哎呀 哎呀 星星走啊 跟妈妈走啊 哎呀 哎 你 哎 啊 星星 你要是不愿意跟妈妈去 就在大厅里等妈妈 妈妈一会就回来 可不许乱跑啊 呦 星星来了 看开阿姨给你拿什么了 来 好 这一盘都给你啊 你去走我替你看着 哎呀 谢谢你啊 我马上就回来 谢谢 在这等妈妈啊 听话不许乱跑啊 星七十九号到十一号上口饭里 啊 陶处长 孩子的病又好转了 多亏林芳大姐了 啊 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学校和教局我们还在沟通 嗯 你说的这个医院治疗的事情 因为牵涉到费用问题 所以他们还在研究 目前还没有结果 啊 让你费心了 谢谢你了陶处长 啊 不用 其实陈欣妈妈我觉得 我在想啊 这个陈欣小朋友是不是一个 特别要强的小孩 嗯 因为你们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在学校才会有点自卑 是这个原因吗 我这么说你不介意吧 啊 不介意不介意 您说吧 陶处长 谢谢妈妈 其实我觉得 有的时候这个幸福快乐 跟物质真的没有太大关系 一个孩子的学习好和不好 跟家长是不是有钱 也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很多小孩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但最后他很有出息 然后成为了国家动量之财 这样的例子很多的 是啊 是这个理儿 可是 现在学什么都贵 学校要提高学习成绩 嗯 要补课 要收钱 我们真没钱啊 钱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 妈妈对孩子的支持 我相信一个 对生活永远不满意 永远抱怨的妈妈 一定培养不出一个乐观 坚强勇敢的孩子 请八十六号到九号窗口办理 请八十六号到九号窗口办理 请八十七号到五号窗口办理 请八十七号到五号窗口办理 치�ról antiqu 那么多不同 这都不喜欢 他们要说 我都没看见了 我没看见了 谢谢 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如意 影响了对孩子的爱 一个得不到爱的小孩 他的内心深处 一定是自卑的 陶助长 有时候吧 我就特别恨我自己 你说我怎么就 绑不住我这个臭脾气呢 可有时候吧 我觉得 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老天爷对每个人都很公平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人在做 天在看 如果你爱一个人 他一定会感受到 你不停地爱他 他会不停地感受到 久而久之 你也会成为一个被爱的人 陶助长 谢谢您 我明白了 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不客气 我也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 太谢谢您了 大爷 欣欣 欣欣你怎么来了 大姨 我想您了 你是自己找到这儿的 来过一回我就能记住 你可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啊 像你这么聪明 应该回去念书才对啊 我想念书 我没钱补课 这过的是啥日子呀 孩子在学校上学还得补课 哎呦 真是苦了你们了 我愿意补课 可是我没钱 你妈妈干什么去了 上访 要钱 给我治病 那你妈妈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吗 这孩子 快快快 快回去 你妈妈找不到你 该着急了 我不走 妈妈总打我 大姨不打我 我不走了 孩子 不行 董大哥 小静 怎么了 怎么了 急三伙子 他没看见陈欣那孩子 没有啊 怎么了 这孩子丢了 我一转眼的工夫不见了 都愿我没看好 不不不 这孩子丢了 咋愿你呢 他不愿意进屋 我答应替他妈给看着 我干活这一转头都没了 你说 这孩子她肯定躲着你呢 是吧 那个 是不是上那个林大姐那儿去了 静啊 你那什么 你不去过吗 你带她赶紧去一趟 看看 行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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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静 别开始上人了 你领大地儿回来啊 行 我送人就回来 欣欣 欣欣 不 我不回 听话 欣欣 听话啊 有人敲门 快去 给那妈妈开门 欣欣 你知道你妈妈在找你吗 她都快急死了 欣欣 不怕啊 来的是好人 是陶然阿姨 喂 大众 找到了人 找到了啊 你跟众局说一声 在林芳姐家 对 让她别担心了 好 就这样 来 陈主 请坐 好 欣欣以后不能这样了啊 大家会担心的 陶主长 来来来 快请坐 请坐 来 好 快请坐 来 喝点水 大姐啊 你这脸好像有点浮肿啊 浮肿了吗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陶主长 陶主长 你说 这缘分啊 我和这孩子呀 就特别投缘 一见面啊 就觉得特别亲 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 是 欣欣妈妈都说了 自从欣欣跟你在一块儿 病都好转了 看来你们俩是有缘分的 我呀 没事就跟这孩子瞎聊 这孩子呢 他就愿意听我给他讲故事 欣欣啊 林妈妈都跟你讲什么故事了 讲给我听听 嗯 林妈妈说她年轻时候的故事 说叔叔 还有玉姐姐 玉姐姐是谁呀 玉姐姐这里也有一颗汁 哦 是我亲生女儿 要是活着的话 现在也该长大成人了 对不起 林大姐 这辈子 可真是不容易啊 人哪 怎么都是活一辈子 不管怎么活呀 到头来都是一丝 我就想啊 在我临走前 把我丈夫的事给摆着清楚了 这个好了 中军啊 都替我办好了 所以 我也没有啥牵挂了 应该过去 好好陪陪他们呢 我 林大姐 你不能这么想啊 你看你 你丈夫已经平凡了 你应该高兴了 再说 熬了这么多年了 以后 肯定会好的 我自己身体啥样 我都清楚 欣欣 欣欣你给我出来 你怎么这么听话 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怎么这么听话 我怎么跟你说的 咱不说好了吗 不生气 你什么都没分清楚 就打孩子不对啊 试试 陈欣妈你干吗呀 你这么打孩子 她能不生病吗 咱不生气啊 这孩子都找到了 不急 谢谢 别害怕 林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 去 跟你妈妈 讨个歉 听个话 快去 好孩子 倒上啊 林妈妈说 以后要我听您的话 我错了妈妈 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欣欣 欣欣 你愿意跟妈妈说话了 好孩子 好孩子 妈妈错了 妈妈以后 再也不打你 再也不骂你了 林大姐 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 这孩子哪能恢复得这么快啊 谢啥 欣欣现在病好了 我觉得 她应该回学校练书啊 我问欣欣 说她应该 逛个学校转个学 她说 怎么转学还得需要什么 择校费 这个我不太懂 我们现在正在跟学校联系 我们一定想办法 让欣欣回学校念书 谢谢你了 陶处长 但愿能如此吧 林大姐 您说您自己在家也没个人照顾 我赶紧还是去医院吧 不去了 这一把老骨头啊 不折腾了 不折腾了 那林大姐 你休息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走吧 我会回去 我要和林妈妈在一起 欣欣 明天妈妈再带你来 我不走 要不这样吧 要不这样吧 孩子愿意在我这儿 那今晚就让他在这儿睡吧 反正有个人陪着我 也挺好的 那 那好吧 欣欣 要听林妈妈的话 不准惹林妈妈生气 听见了吗 嗯 行了 那林大姐 我们就先走了 欣欣你要乖啊 要听林妈妈的话 嗯 唐阿姨走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走吧 大姐 来来 大姐您保重啊 欣欣 不许乱跑啊 慢走啊 林妈妈像葵花 好啊好 大姨收下了 大姐啊 我今天来 还有件事想求你 啥事啊 妹子 你就说吧 自打这孩子见到你啊 这病就见好了 我觉得吧 你们这缘分 真是老天注定的 所以 我想让孩子 认你当干妈 你看 你能认下这孩子吗 行 行啊 我也喜欢欣欣呢 欣欣 快快跪下叫妈妈 快 妈妈 妈妈 起来孩子 你妈妈真好 好啊 我避放这么大岁数 我们聊了 还捡了这么好的一个乖女儿 织织啊 织 大姐 只要孩子能好 让我干啥都行 这些妈呀 我还想劝你一句 孩子的病啊 最需要是你的母爱 要对孩子有耐心才行啊 大姐 我懂了 一会儿啊 我就带孩子去信访大厅 怎么 你还要上访啊 不是 这回啊我不是去上访 我要去谢谢中局长和陶处长 问孩子的事啊 忙前忙后的 没少跟着忙回 对对对 应该 那快去吧 对了 到那儿啊 也替我谢谢他们 哎